2019年9月29号中午12点45分左右 浙江宁波的一家日用品加工企业包装车间的员工们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就在此时 一名员工看似寻常的操作却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12点48分40秒 一名身穿深绿色T恤衫的男员工离开包装车间 进入到香水罐装车间 调配并加热香水原料 而接下来的一幕相当关键 正当他将加热后的香水原料倒入一个塑料桶时 一团火苗突然窜了起来 当火苗出现之后 这名员工的一系列灭火行为让人瞠目结舌 他首先用嘴去吹 希望将火苗吹灭 但火不仅没灭 反而更大了一些 他又拿了一个盖子去盖着火的塑料桶 发现桶盖和桶并不吻合 火依旧在燃烧 此时金属桶内的残留液燃液体也已经被引燃 紧接着一个火点瞬间变成了两个火点 眼看着火烧得越来越大 他又朝着火苗用嘴吹 发现还是不管用 慌乱中找了一块纸板对着火苗扇风 封住火势 火不仅没有灭 反而烧得更旺了 当它停止扇风之后 客观来讲 此时的火势并不算大 如果这时采用正确的处置方式 完全可以快速将火点扑灭 在起火点不远处就有三个灭火器 很显然 它并没有发现 而是继续着它的错误行为 就这样遗误了灭火的最佳时机 12点50分20秒 日用品包装车间 一名正在操作包装机械设备的男员工 发现了香水灌装车间的火情 但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是冷眼观望了足足20秒后 转身走到了包装机械设备旁 继续工作 紧接着 离香水灌装车间 最近的一名女员工也发现了火情 然而 她们都没有采取行动 也没意识到危险 正一步步向她们逼近 12点51分25秒 塑料桶被融化 看到逐渐大起来的火势 这名员工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不断来回寻找灭火办法 这个时候火灾还处于初起阶段 如果选择用灭火器铺就 仍能把火势控制 遗憾的是 她仍然没有发现附近的灭火器 12点52分20秒 日用品包装车间的男员工 来到香水灌装车间查看火情 离她发现火情 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分钟 看到火势变大后 她并没有采取任何灭火措施 而是慌忙跑出生产车间 这时塑料桶被大火彻底融化 香水原料全部流出 形成流淌火 而这名员工接下来的一个错误操作 让火势彻底失去了控制 她将水直接泼向着火点 顺时间 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扩散 并引燃周边可燃物 形成猛烈燃烧之势 显然她并不知道 类似香水 乙醇 汽油等 轻于水的物质火灾 用水去铺就 犹如火上浇油 12时53分20秒 日用品包装车间的员工 叫来的另一名员工 匆匆跑到起火车间 但遗憾的是 他们并没有采取有效的灭火措施 也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报警 更没有及时通知楼上人员疏散逃生 而是手忙脚乱的对着起火点 一番指点后迅速逃离火场 一系列错误的灭火行为 导致火势犹如脱江野马 不受任何束缚 肆意蔓延扩大 浓烟裹挟着大火 迅速把整个香水灌装车间吞噬 随即向楼上蔓延 将二楼和三楼生产车间 正在包装作业的20名员工 置身于危险之中 从附近居民手机拍摄画面可以看到 大火引爆香水灌装车间的化学原料 瞬间形成蘑菇云 事后发现这家日用品企业 只有一步楼梯通往楼上 二楼和三楼生产车间的人员 发现火星后 只有两人跳楼逃生 其余18人被涌向楼梯间的大量有毒浓烟 封堵了逃生通道 而当他们返回车间时 一道道金属防盗网 成了他们逃生的拦路户 最终造成包括 一楼香水灌装车间员工在内的 19人死亡 三人受伤 从发生火情到火势蔓延扩大 从一个灭火器就能灭掉的小火 演变成19人死亡 三人受伤的悲剧 只用了短短三分半时间 明天咸